那是一个不错的早晨 天气晴朗 我有些迷茫 不晓得从哪儿开始忙 不过我的包里有一些麻醉件 羊毛器的也还有挺多麻药的 还就没有录这个系列了 家里还有剩啥 我都忘的差不多了 不过有这么多的麻药 所以今天可以干点我最拿手的活 训练 我必须借助生物的能力 来更加迅速的发展 扩大我的定居点 瞧 我们家旁边刚好有一只 悠闲的蓝色新闻兽 我们抓子过来了 我们就去抓了它 好嘞 抓子来了 走 去训 去训逊猛龙 很快啊 我从道里掏出流血 直接给它盯住 现在还没有回过身 就给它整晕咯 现在这个龙是晕咯 咱家没得生肉了呀 嘶 这个家伙 喽喽喽喽 这根本不可能嘛 算了 我还是去别的地方找找 好嘛 现在有咯 逊猛龙行咯 这么训练的逊猛龙 那就叫你冰冰吧 我给它准备了一个 非常轻便的安具 这网线进 这水袋 这简单 这是不是很轻便呀 瞧 看我又发现了什么 猫狮是一只身上 长满了水晶的甲龙 显然这个世界 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不仅遭遇了过失了 甚至生物 也都出现了奇奇怪怪的变化 我们背足了麻醉剑 过期之前训练拖鲜精 转转器刚好训练冰冰 那么 走 好 出发 好 出发 甲冬的速度很慢 根本不担心它会伤到我们 这啥呀 啥呀 这啥速度啊 你吃草鸭了吗 跑得这么快 哎呀妈呀 总算是晕了 耶 这个情况不妙 爪子你坚持一下 爪子 呃 来到甲冬起来的过程中 我发现那只学校刚好落水了 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 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成功地把他救了出来 这也算是我救的吧 啥情况 这也不是我刚救的那只学校吗 好家伙 整天都要回来欺负你的安然 老拖千金 我这个瓶瓶有点逊 根本不是学校的对手 我得先把学校引开 我得让他发现我的甲农 虽然我感觉我是摔不掉这个家伙了 啊嘞 他好像脑子不太好时 这也不能用下这个机会 赶紧做几根猪子把他卡住 啊不 这个机器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哦吼 我的天啊救命啊 耶怎么还有十文鱼 果然老天要选我 咱怎么挣扎都没得用 再见了 冰冰 是我没有能力保护好你 那他怎么还在追 都追到我家了呀 哎 还好我的房子还不得胁迫 还被困在下面咯 我不得不把这只徐步龙打晕 因为我失去了所有的宠物 甚至我只能为给他收肉了 那个家伙刚才干掉了冰冰 所以我给他取了一个名 那就叫 陆冰逊吧 天黑了 家伙差不多也逊好了 我得去把甲冬领回家 我想这个湖边应该没啥肉食龙了 因为大多数都被我们俩给喂饱了 还有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朋友们 我们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挂掉 亚龙已经醒了 让我想想取个啥名字 哎呀 打扰我去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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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讯号的这只甲龙 就击杀了两只强大的敌人 夜晚他的身上也会发出亮光 所以我给他取了一个非常符合他身份的名字 甲乃亮 把甲乃亮带回家子后 我为桃圆镜和冰冰都离了一块碑 我亲爱的宠物们 走好 王千金感谢你陪我们一天之久 冰冰也感谢你陪了我们这么短暂的一会儿 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付出 安息吧 王千金 冰冰 愿天堂没有护 不对 愿天堂没有生存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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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d 好 好